位于彰化县的北斗国中校园内 有着一大片菜园与温室 为了让学生静静大自然 更设置了鸡舍与狗窝 且为提倡食农教育 北斗国中结合课程 提倡让学生自己夏天耕种 亲身体验更做的辛劳 我们在北中田野教室里面 主要是要教导孩子 能够亲近土地感恩这块大地 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那在食农教育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会教孩子在珍惜这块土地 那北斗镇本身就是一个 以农业为主要的发展的乡镇 那希望孩子透过亲近土地 亲手耕种 能够了解长辈们的辛苦 进而能够珍惜实习 校园内主要种植黄豆等作物 老师教导学生在自己耕种的过程中 学习到作物的种类与种植技巧 在亲身体验后更能深刻了解食物的源头 农作物的生长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他们会对于就是这些 吃这些蔬菜的时候 他们会更有感觉 然后而且他们很喜欢自己种的蔬菜 他们觉得超好吃 所以也会去比较 学校营养午餐的蔬菜 有没有比它种的好吃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学生的营养午餐所用食材 学生都有种植的经验 都是由自己种植的作物烹煮而成 曾经历播种 耕种 更能体会农夫的辛劳 在享用营养午餐的过程中 学生变得更稀实 不挑食 午餐的部分会跟食种教育做结合 像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需要有种一些杂粮 今天来讲的话是吃五股饭 然后有使用到蕎麦的部分 让学生亲手种植 然后食自然 取在地的部分 然后就是从产地到餐桌 然后认识蕎麦的部分 然后让学生就是在吃午餐 午餐的部分会特别的去珍惜这一道菜 那些是自己种的 或者是买的 或者是自己煮的 没那么的挑食 因为我感到 农夫每天辛苦的在做菜 学校也将食农教育 融合进家政课程中 学生将采收后的作物烹煮 不只体验到自己烹饪的乐趣 更学习了有关五股杂粮的各种知识 就是杂粮它是可以当作主食 然后不用特别去照顾它 像我们今天种的蕎麦 而我们今天家政课就把它做成了蕎麦卷饼 还有像高丽菜的话 我们这一次学期末 我们就要把它做成火锅 彰化国中结合食农教育已超过十年 透过课程与食济夏田 让学生亲近土地 学习到对环境的重要性 老师更在上课过程中强调 只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才会有健康的食物 基本上他们应该要有 食济种植的技巧 那其实我会希望他们在家里面 也可以这样子做 再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 从这里面去学习到如何友善土地 有一个好的环境 它才可能有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会一直都在跟他们强调这一点 让他们关注一些环境的状态 比如说有虫跟没有虫的状态 有什么差别 再来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健康饮食 就是在料理当中 他还是需要去注意 当然有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很喜欢吃一些种口味的 但是就是要从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去帮他做修正 在食农教育的过程中 学生也改变了不少 透过自己从耕种到采收 不只体验到了农夫的辛苦 在珍惜食物与认识农作物上 也更加根深蒂固 让孩子们一起讨论 一同成长 有一些学生也有在他们的学习记录里面提到说 我农夫种田真的好辛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食物 再来就是因为一开始种植的时候他们有发现有一些蔬菜在这个季节是虫害非常严重 种不起来的 那他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他应该就比较会去关注到有一些蔬菜呢在这个季节如果有一点虫咬是可以接受的 这一些都是在日常的课程里面有跟他们做讨论跟信息的 为永续发展目标而努力 使农教育从小扎根 学生从认识本土五股杂粮种子开始 透过亲手种植的生活经验将产递到餐桌的历程化为实践课程 培养学子净土青农的观念 让学生更珍惜食物 培养台湾食农永续的习食带